7. 问曰 几时名为一念呢? 这就叫时间了 答曰 百一生灭 名一刹那 六十刹那名为一念 此中云念者 不取此时节也 但言意念阿弥陀佛 若总相若别相 随所观源 心无他相 十念相续 名为十念 诞称名号 义父父士 这个就破除时节的久远 念佛要念多长时间 才能往生啊 念三十年 那同学们就一半退场了 七十岁以上的 三十年那我没希望了 走了 所以不在时节久远 所以有些老菩萨一听了 拍大腿师父啊 早说啊来不及了 我年纪大了 我年纪大了 看完这个问答 来不来得及啊 哇来得及 我一说来得及啊 有个年轻人拍大腿 哎呀师父啊 遇到你太早了 晚点遇到好了 他说为什么呀 我这么年轻就要念佛吃素了 他说我吃肉还没吃够 造业还没造够 你现在让我念阿弥陀佛 不好意思造业了 多难过 心里又想造 但又不好意思造 自我矛盾 所以晚一点点 也能往生晚一点 遇到你好了 那他没听明白 早遇到 早安心 作为同学 你上班 你希望老板早点给你发工资 还是晚点发工资 早拿到 早安心吗 有没有这样的 老板发工资 老板先别发 五年后再发 那你画什么呢 早遇到 不早 晚遇到 不晚 这才是阿弥陀佛的圆满 他不在十节九尽 所以这个 第七个问答就是 十念相续 名为十念 诞成名号 一夫如是 前面讲 不取此十节也 所以念佛呢 但言意念阿弥陀佛 总相别相 看你的缘分 你不会观呢 就念佛号就好了